大家好 我录这集视频是在北美时间的11月10号 中国和东亚那边的网友看到应该就是11月11号了 其实呢我今天想说的就是11号的事情 只不过11号星期六我这边就不录视频 所以今天就提前说了 大家看到我今天衣服上别了一朵小红花 这其实是一朵用塑料做的英素花 11号这天在北美和在中国都有一个节日 在北美是老兵节 标志就是我佩戴的这个英素花 是为了纪念那些为国家流过血的军人 这一天在中国也有一个节日 就是光棍节 中国的这个光棍节呢 其实最早是商家为了促销 所搞的一个活动的由头 因为11月11号1111 就是四根光棍 结果呢这个活动搞出来以后 在中国的大城市很受欢迎 它就还真的成了一个新民俗 成了很多人要过的一个节日了 而北美的这个老兵节呢 它还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法定假日 美国和加拿大都要过 在加拿大它是一个联邦节日 不是每一个省都放假 今天我就想从这个老兵节说起 谈一谈英美这个文化传统 和我们中国的差异 说到军队 再说到两个民族性格上的差异 老兵节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叫法 不一样 在美国就叫 Veterans day Veterans就是老兵 而在加拿大 实际是叫做 Rememberance day 执意 叫做怀念日 军人追思日 军人纪念日 等等 又叫国殇日 内容上也有点区别 加拿大这一天是向为国家而死的军人 致以敬意和怀念 美国这一天主要是向退伍老兵致敬 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 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加拿大到11月11号上午的11点 全国默哀两分钟 向历次战争中 阵亡的军人致敬 来过加拿大的朋友呢 应该知道 就是加拿大许多城市都有专门的战争纪念碑 不仅是在大城市啊 很多小城市也有这样的纪念碑 多伦多北面的小城Berry 这样一个人口仅10万的小城市也有 如果大家去尼亚加拉大瀑布玩 在尼亚加拉市也会看到这样的战争纪念碑 加拿大的战争纪念碑一般造型 就是基座上面是一个加拿大士兵的塑像 它基座上刻着是很多人的名字 也就是说 这些孩子们都是从我们这个城市 应征参军的走向战场 他们为国家流血 在战场上阵亡或者受伤 所以他们的名字就会被刻在这里 让我们这个城市生活的人们 世世代代记住他们 通常这些战争纪念碑 它并不描绘什么宏大的叙事 他们所纪念的并不是一场战争的胜利 或者是辉煌的武功 在这上面更没有出现伟大的领袖和党 也没有国家民族这些大词 就是一个个具体的名字 这些人曾经为国家流血 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孩子 曾在这里生活成长 如果你再仔细阅读这些战争纪念碑基座上的文字 有的还会给你更详细的介绍 这些战士是在参加布尔战争时期阵亡的 另一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阵亡的 还有一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时期阵亡的 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生活 或者来过加拿大的华人朋友 有多少认真阅读过这些碑文 当我第一次看这些战争纪念碑的碑文的时候 我的感觉是很有知识性 very informative 就是让我对加拿大的军事史多了一点了解 当我多看几个碑文以后 有一个问题就从我脑袋里冒出来了 就是我发现这些战事当中几乎没有 或者说很少有 是把自己的热血抛洒在加拿大自己的土地上的 他们几乎都是在某个海外战场上流血牺牲的 最早的是19世纪末发生在南非的布尔战争 就是1899年到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 最近的是阿富汗战争 再一想 好像这些战争跟加拿大都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这些战争所发生的地区国家都没有直接威胁到加拿大 加拿大也没有打算在这些地方争夺什么利益 所有这些战争和加拿大的唯一联系 就是他们都是英国所投入的战争 所以下面就是我今天想要讲的关键了 其实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 就是当今中国人的眼光看 加拿大人真的好奇葩哦 你所投入的这些战争 你自己要承担巨大的战争开销 你让自己的孩子去流血牺牲 结果你又不扩张自己的领土 又不争夺什么资源 请问你图个啥呀 英国人让你去打 你就打 连个军费他都不给你报销 全都是你自己出钱流血倒贴 是不是你加拿大人脑子有毛病啊 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加拿大的人口才1150万呢 就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就有110万人参战 42000多人阵亡 55000多人负伤 那是多么大的代价呀 朝鲜战争的家军是25000人参战 516人阵亡 1558人负伤 仗打完以后 加拿大士兵回家 什么国际谈判的势力范围呀 跟你加拿大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加拿大人也不去争这些东西 那请问你打仗打个半天 你图个啥呀 从咱们中国人眼光看是不是很奇葩 很不可理解 其实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给一个很直接的答案也不难 因为英国君主是加拿大的国家元首 军命有所招 做臣子的岂能不从啊 但是你再多追问一句的话问题又来了 就说我加拿大人就是不服从了 我也不直接说不服从 但是我可以找别的理由推唐啊 对吧 我就不听从你英国君主的召唤了 请问白金汉宫里那个老太太 你能把我怎么地 他还真的就不能把你怎么地 你说英国投入的战争 加拿大就有义务必须参加吗 其实也不是 英国议会做出的决定 对加拿大并没有强制约束力 英国政府想让加拿大提供军事援助 他也得客客气气的提出请求 英国政府第一次向加拿大提出这样的要求 就是为了1884年的时候镇压苏丹叛乱 加拿大当时的政府也是犹豫纠绝了一阵 最后决定呢 还是响应英国的请求 派出了386名水手 它是作为一种支援部队 它并不是一线参战部队 这是加拿大第1次 向海外派遣军队 加拿大第1次派遣作战部队 其实就是第2次 布尔战争期间1899年到1902年在南非发生的那场战争 加拿大派遣军呢 在一次关键战斗当中赢得了胜利 为整场 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很大贡献 那场战争呢 主要参战方是英国 所以也在大英帝国这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里面 加拿大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所以以后只要是英国母亲参加的战争 家军从来都是披肩直锐 冲锋在前 加拿大自己他不能从宗主国的战争里分得什么好处 他哪天说我不派兵参加了 英国也确实也没办法把他怎么递 他之所以做出这种中国人很不能理解的决定 还不是一回两回了 而是回回英国投入的战争 加拿大都参加 其实这还真的就是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原因 要知道加拿大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往本质上说 他就是封建时代国王和封臣之间的关系 国王把一块土地画出来 丰邦建国让你去管理 同时呢你对国王尽军事义务 国王打仗的时候你自带干粮 带着自己组建和训练的军队 当然武器 什么被俘马匹全都你自己准备 然后打着自己的旗帜 加入国王的大军走向战场 大家看美剧 权力的游戏 他就是这么操作的嘛 那个Ned Stark 在第1季 就在军林城 被那个小暴君 Joffrey 杀害了 对吧 他的儿子 Rob Stark 就起兵反叛 为父报仇 他就说 call our banners 就是召唤我们的旗帜 因为这个斯塔克家族呢 他有一个封号 叫做warden of the north 他是北方守护者 用我们中国的话说 他是镇守一方的方国 就是他是一个大诸侯 相当于商朝末年的那个北伯侯 他手下还有一堆 小的听命于他的军事封臣 每个封臣都是一个家族 都有自己的族徽和旗帜 所以那个 Rob Stark说 call our banners 就是他发出一个号召 号召他手下的小诸侯们 打着自己家族的旗帜 带着你自己的军队 你这家出兵一千 他那一家出兵八百 汇集到指定的地点 组成大军 然后开赴战场 其实英国和加拿大也就是这个关系 加拿大对英国的义务 是封建关系的一个延续 说到这儿呢 我想大家应该多少有点理解了 但是一说封建这个词 咱们好多中国人就联想到专制落后 其实封建 它只是一种 管理组织形式 它就是 丰邦建国 或者说 分封建国的简称 中国的封建制度 其实它就存在于周朝 秦朝以后是 大一统的大帝国 封建制度就结束了 所以 现在的中国历史教材说 秦以后还有两千年的封建专制 这其实是用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到中国历史 它是一种错误的表述 所以你看到虽然时代变了 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巨大的变化 你都用手机了 都互联网时代了 但是在英国的这个文化传承里 传统观念仍然在人们头脑中 有巨大的支配作用 在加拿大人的心目中 英国就是我们的封军了 主军有难 我们作为封臣 岂能不起兵勤王呢 所以用现在的说法 现在中国的网络流行语来说 加拿大就是英国的自干武 自带干粮的武 是武士的武 不是武毛的武 不过这么解释呢 还是不足以回答上面的问题 就是说你英国君主召唤 那就召唤你的呗 我不理你就完了呗 反正对我也没啥好处 我为啥一定要倒贴帮你打仗呢 这就涉及到维持封建制度的一个 关键价值观 荣誉感 其实 欧洲的封建制度 它是比较接近于贵族共和政体的 它还不是帝王专制 维持封建制度的社会中间力量 就是贵族群体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丘 就在论法的精神里面总结 民主政体 它得要靠道德来维持 而贵族政体 就要靠荣誉感来维持 因为民主选举出来的人 通常我们要求他道德上得高于平均水平 你才能够得到选民的信任嘛 而贵族群体 它对于平民 它是有优越感的 它有这个血统上的优越感 而贵族之间要形成互信 靠的是荣誉感 就是贵族 与贵族之间 他们和国王之间 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没有办法形成强制的约束关系 就是每个人手上我都有一块封地 我都有人民 我都自己有兵 你说你不听我的 我就惩罚你 这种事情呢 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面 不容易做到 那为了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造成整个社会的崩溃 所以贵族之间以荣誉感为纽带 形成互信 就非常重要 你说我凭啥相信你会信守承诺呢 原来你来自于一个 古老高贵的家族 为了你家族的荣誉 你绝不会背心弃异 英国这个文化历史 当然它时间没有中国那么长 但是呢 在最近一千年以来 它没有经过激进的革命来改变它 所以它最近这一千年以来的延续性比较好 17世纪是有一个比较短暂的 激进的共和国时期 但是护国公克伦威尔死了以后 马上司徒亚特王朝就复辟了嘛 英国又回到它原来的轨道上 所以英国历史上大多数改变 它是一点一滴积累的 过了几百年慢慢完成的 所以看到几个世纪以后啊 这个国家已经有很大变化了 贵族政体 变成了民主政体 社会结构也有很大的变化 生活方式当然也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 古老的价值观 仍然在延续 所以我们很多今天中国人看来 是问题的事情 在英国那个文化传统里成长起来的人 他觉得不是问题 他觉得你的问题才是问题 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对吧 中国人问 你说这个仗打赢了 又不分房子 又不分地 打输了 也就是英国垮掉了 它也不影响你加拿大人的 你加拿大是东西两大洋 北面是北冰洋 南面你只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你就安全了呗 那你凭什么上杆子的去帮英国打仗 凭什么当他的自干武啊 就是武士的武 你要这么问加拿大的那种老白人呢 就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白人 还真能把他问住 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因为军命有招啊 我不能不从啊 你说我当缩头乌龟 那我的荣誉感何在呀 我作为一个男人我怎么能没有荣誉感呢 这个荣誉感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履行军事义务 跟着君主上战场 英文里面有两个词骂人是非常严重的 一个是Liar 就是说谎者 一个是Coward 懦夫 这两个词都是与荣誉感高度相关的 最后呢 我想谈一下欧洲和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大差异 它影响着我们今天人的性格 欧洲和北美在20世纪以前 他基本上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度 就是士兵是自愿当兵保驾卫国的 不是拉丁抓夫抓来的 走上战场是出于荣誉感 英国是到了20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实行征兵制的 那是因为志愿兵实在不够用 才采取普遍征兵制 就是只要你是士灵的健康的男性公民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有义务去那个征兵处登记 这个事呢 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了很强的争论 就是说走上战场 它是体现一个男人的勇气和荣誉感吗 你搞抓丁拉夫 你不是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吗 破坏了这么一件有崇高荣誉感的事吗 不过当时也实在是没辙了 志愿兵的兵员实在不够 只能搞这个普遍征兵制了 法国的这种普遍征兵制 或者义务征兵制搞得比较早 法国大革命以后就搞了 所以拿破仑才能手上有几百万军队到处打仗 可是呢 在中国古代这种志愿兵制度基本上是欠缺的 老百姓当兵从来都是一个负担 他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荣誉的 当然个别时代也有志愿兵 比如刘备自己组建起来 这个讨伐黄金贼的义勇军 对吧 但是呢他在大部分时候 在中国历史上是欠缺的 中国古代从南北朝到唐朝 形成了两种主要的兵役制度 一种叫辅兵制 一种叫木兵制 所谓辅兵制 就是这些军人 平时自己就是农民 耕种田地 有专门的政府部门 叫做军府 负责他们的日常军事训练 打仗的时候再把他们编成军队 这种制度的好处呢 就是降低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他不用养一只很庞大的长备军 这些 军人平时就是自耕自养 另一种制度呢 叫做木兵制 木兵制就是国家出钱出粮 让一批人职业当兵 长期服役 在这两种制度里面 木兵制其实就相当于是国家养一只长期服役的雇佣兵 但是因为他职业化 所以他战斗力比较强 但是这个木兵制他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相当不好 很多无业游民 市井无赖 他就是冲着吃粮去当兵的 他就把当兵 当成一个混饭票的事情 所以他就不会有荣誉感嘛 所以中国才有一句俗话 叫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兵 中国的文化当中呢 确实比较欠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种荣誉感 究其根源呢 是因为中国进入了统一的大帝国时代以后 他没有形成一个对社会起到中间作用的贵族阶层 这个贵族阶层啊 反而他经常是皇权所要防范的 而且中国又有周期性的改朝换代 一个新的朝代兴起以后 他又消灭了上一个朝代所留下的贵族 所以贵族阶层在中国 一直他就没有成为文化和道德传承的中间力量 他没有在这个文化传承当中发挥一个稳定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 对道德和文化传承起中间作用的 是儒家 是士大夫阶层 他不是贵族 儒家重视的是羞耻心的教育 贵族重视的是荣誉感的教育 羞耻心教育强调的是底线被破坏以后的危害 它是以避免危害为导向的 荣誉感教育是激励你去追寻成就 它是以成就为导向的 所以我们看中国的教育体制 它倾向于对孩子使用打击式的教育方式 而西方的教育体制 对孩子倾向于使用赞美式的教育方式 就是它是以成就为导向的 所以它都是与这种荣誉感 羞耻心 这种观念上 它发展出不同的教育风格 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个话题要聊开又太多了 总结今天的话题 就是从老兵节说开去 来谈荣誉感 再谈到东西方民族性格上的差异 他们的历史渊源 那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个星期一再见